重機騎士猛力一撞 1.5噸的休旅車被撞翻了90度 重機也被彈飛在空中翻了一圈 再看一次畫面 白色轎車準備左轉 沒想到重機突然高速衝出 轎車被撞翻横躺馬路 車禍撞擊力道十分猛烈 轎車車殼凹陷全毀 零件喷飛散落一地 重機的車身也面目全非 車廂直接爆裂 機油還不斷露出 警銷人員貨爆後 趕緊將傷者抬上救護車 立刻進行CPR搶救 但重機騎士頭部受重傷 送醫後依舊回天罰術 而肇事的重機就是這一台 這輛重機被車艦認定是 日本四大天王的重機之一 急速可達300公里 但當時車速到底有多快 為何能把休旅車撞翻90度 警方還在釐清 雙方駕駛經初學檢測 均沒有喝酒的情勢 強大的撞擊力道 重機被撞到粉碎 騎士不幸身亡 休旅車也被撞翻車 那兩人則是受傷 雙方都沒有喝酒下 為何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傷亡 肇事原因還有待調查 記者林中正林玉君桃園報導 並且我會討論 ел移動的動作 記者林玉君桃園